你们新年蒙福,满有神的恩典 天天都有丰盛的生命 耶稣的心意就是我们天天有丰盛的生命 活得喜乐平安,多结果子 是神所喜悦的 多谢天父,多谢主耶稣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作主真正的门徒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跟耶稣一起同钉十字架 去全阳福音建立人的灵命 被神使用,这个就是神的心意 首先我们要明白得救必然有果子 就是我们信心必然有果子 有些人以为我们只是信耶稣 有时那句话令很多人误解 我信耶稣,即是我信,信就可以了 其实圣经很清楚说到 信耶稣一定有生命的果子 这里我列出有六类的果子 是圣经所说的 最初的两类是和救恩有关的 因为我们信耶稣的时候 会悔改和信主 所以我们继续悔改离罪 有些人很喜欢悔改 我真的犯了很多罪 求神,你赏免我,赏免我 但他没有一个心 一个动力 我离开那些罪 譬如说 我经常骂人 但他求主赏免 然后又再骂过 他没有想到每一次犯罪 骂人的时候 是神很不喜欢的 亦都是破坏我们的生命 或者他在低沉 低沉也是罪 或者懒惰 行懒不结果子 或者情欲 我们就继续悔改 和信靠耶稣 信靠耶稣什么呢 信靠他做我们的救主 和我们的主人 就是我整个生命 都属于耶稣 让耶稣做主 接着两样 就与神的关系有关 第三样就是 亲近神 尚在耶稣里面 耶稣尚在他里面 就多结果子 如果不尚在他里面 就好像资子雕在那里面 枯干人 拾起来 拾起来 所以基督徒是必然结果子的 即是和神有亲密关系 就会结果子 如果他说 信耶稣 但是又没有祈祷 这样的时候 他和神的关系 是有问题的 在这时候 我希望你不要介意 我都问一问大家 统计一下 有几个人 你是每日 有祷告亲近神的 请你举手 每日都有祷告 去亲近神的 即是你每日有祷告 不只是回教堂才祷告 如果你平日没有祷告 我希望你会悔改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和神有生命的关系 有些人说 那个人有这么多错事 这个人也有时候说大话 有时候 谁上了天堂 上不上天堂 我回应就是 哪个人和耶稣有生命的关系 耶稣会影响他的 这个人就能够上天堂 不是在乎你的行为 当然他的行为一定会改变 当然有些人 他的生命真的很脆弱 是紧紧得够 有些少同神的关系 但他也一定有改变 即是他信了主 他一定有改变 如果他说信主 但他依然是这样 如何伤害人 骂人 得罪人 贪心 自私 情欲 依然是这样 他说信耶稣 他是可以不得救的 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 但是 行为一定跟神有关系 跟神有关系 会怎样呢 耶稣会感动他 他会听话 他会回应神 这就是关系 就不是我信耶稣 我会回教堂 这样的时候 是可以不得救的 所以我们天天都悔改 认罪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用多些时间感激神 神有很多礼物 神给我们的食物 身体健康 大自然 美丽的景色 和圣灵在我们心中感动 带领我们 这些都是礼物 我们多谢天父 感激耶稣 由耶稣感动我们 我们回应 这个人就健康了 他的生命就有果子 他有影响人的力量 神也有喜悦 接着就是关系 下一点就是爱神 最大的界面就是 尽心尽性 尽意尽力 爱主你的神 爱神的时候 圣经有警告 他说 若有人不爱主 者可做可就 在《光临多前书》 16章22节 若有人不爱主 者可做可就 就是说 每一个信主的人 神这么好 我真的感谢你 我真的爱你 那爱耶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会亲近祂 我会遵从祂 我会看重祂 祂在我生命中是非常重要的 我会将祂放在手里 神感动我 我就会回应祂 我亦都喜欢亲近祂 享受祂 喜欢祂 以神为乐 好了 接着最后两点就是行为 第五点就是遵从 耶稣说 凡清风我主下主下的人 不能都尽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子的人 才能进去 当时很多人 跟耶稣说 主下主下 我是奉你一名传道 奉你一名赶跪 奉你一名行 许多意能 但耶稣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作恶的意思 不一定是 杀人放火那种 而是我们的生命 没有揭出果子 没有神的平安喜乐 爱心 这都是作恶的 好了 遵从就是说 如果有些人 他只是说 主啊主啊 耶稣啊耶稣啊 耶稣啊救我 但他没有行为的时候 是唯独遵行我天父子的人 才能进去 所以遵从神 并不是一个选项 是每一个人 会有基督徒必然做的 不是得救的条件 是得救的果子 因为有神 他里面就有动力去遵从 最后第六点就是侍奉 很多基督徒就以为 传道人就侍奉 祖长就侍奉 我们的那些 是我们听客道就可以了 但圣经呢 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第二和第三个比喻 那里讲到什么呢 第二个比喻就是 按财贯受审判 有三个仆人收了五千 二千一千两仆 五千二千 我赚了回来 他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但是那个一千的买藏 他就要被赶到外面 黑暗里面 在那里哀哭设耻 这里是哪里来的呢 这里是地狱 即是一个人 他的恩赐 埋藏了 有些人 我没有什么恩赐 没有什么恩赐 你也可以 帮助教会做很多事情 去关心人 欢迎人 你不用恩赐 这些不需要恩赐 神是喜悦的 事奉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 就是我们使用我们的生命 而最后的比喻 就讲到绵羊山羊的比喻 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他就是能够进入 为他预备的国里面 但那些没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是怎样呢 要进入那位魔鬼 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 因为一个人没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他是可以不得救的 所以事奉是每一个基督徒必然的果子 就是有一个基督徒 完全在生命里面 没有这个动力 我去祝福人 没有这个动力 我去兼顾人 传福音 建立人的灵命 帮助人 的时候 他可以是不得救的 所以这六点 希望大家记得 就是说我们继续会悔解离罪 信靠耶稣做救主和主人 亲近他 时时和他沟通 回应他的感动 我们看圣经 我们又祈祷 自然神就会感动我们 然后就会爱神 看重神 神是我最欢喜的 大家最欢喜的是什么 有些人最欢喜 他的家人一起去玩 吃饭 或者他的朋友 最欢喜的是不是神 神是我们最爱的那位 就是我们会亲近他 会爱他 以及会做耶稣所吩咐的 以及去侍奉神 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学习的 侍奉神 是可以由最简单的 你来到教会 欢迎其他人 和其他人沟通 关心他 去探访他 为他祷告 这些都是侍奉 教会里面有讲到 有什么事工可以参与 还有我们周围的邻居 有些周围的认识的人 我们都可以向他传福音 和他分享耶稣的见证 还有在这个世代 有一个工具 就是什么呢 你可以在Facebook YouTube 或者其他网上的工具 分享你的见证 很简单 你用手机对于自己 拍照影片就可以了 就说话 如果你未到拍影片 你就录音 放在网上 是会有人看的 你可以讲一下煮饭 讲一下臭小孩 讲一下做工 讲一下处理情绪 睡眠 各样的东西 然后说到耶稣怎么帮你 这也是一个见证 这个东西 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都可以扩展的 尤其是有些有心事奉 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有些人很想有机会 试试评讯 YouTube 在Facebook 任你讲到够 是没有人拦阻你的 所以 希望大家都争取机会 侍奉神 好了 接着耶稣呼召 我们去使万民 作祂的门徒 不单止是做信徒 耶稣不是使万民 作我的信徒 是作我的门徒 有些人 就只是强调 信耶稣 其实我们应该 告诉大家 我们来跟从耶稣 我们一起读 马太28章18节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刺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便尝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耶稣说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是做耶稣的门徒 说到门徒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信耶稣 然后为祂施洗 第三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耶稣吩咐我们每一样东西都教训他们遵守 这就是做门徒 也就是说耶稣所吩咐的 我们都去遵从 这就是做门徒 所以我下面也写到 使万民作门徒 不单只是信徒 每一样耶稣吩咐的 不单只是教祂明白 是教祂遵守 很多信徒的心态 很多人信耶稣去教堂的心态是什么 第一 紧紧得救我上去天堂就可以了 真的有人问过我 牧师 考试又合格 我就想紧紧上去天堂就可以了 我做什么是最基本的 他这个心态很有问题 他只是想做最少最少 总之上到天堂 紧紧得救 其实紧紧得救的人是很危险的 是可以不得救的 因为他只是说 他以为我信耶稣 我悔改 我认罪 但他又没有改 他又没有遵从 又没有亲近神 又没有侍奉神 他可以不得救 我们不是要做这些 来得救的条件 这是果子 为什么呢 圣灵住在心中 自然就有心去关心人 其实每一个信耶稣的人 都会有这种动力 因为是圣灵给的 但是为什么会停了 因为试过传过一个、两个 传福音之后 开始那些人不听 没有用的 那就不再传了 这就是有些人的藉口 为什么他们不继续侍奉神呢 就是因为他停了 我试试访问一下大家 不要介意 有几个人试过向一个人传福音 请你举手 请你举手 不要介意 一个 向一个人 起码一个人 意思是起码一个人 起码一个人传福音 有些都没有传过 我希望大家做 好了 第二个问题 起码向五个人传福音 起码一百个 起码有五个 起码向十个传福音 手少了 起码向二十个 还少 五十个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传完之后 好像没有人去传 或者传了他都不信 那就停止了 就觉得没什么用 其实我鼓励大家 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有什么机会 那个的士司机 都可以向他传福音 你坐在车上 我坐在车上 我说完 应该要说 和我家人 我接着就跟他传福音 我一直说 说下去 但是我说下去 我跟他沟通 我不是只跟他讲道 我听听他 我很多时候会问他 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世界有没有神 有没有神会祝福你 会帮你 并且真的有天堂地狱 你有没有想过 他说我没有想过 我会跟他讲到 有什么原因 让我们相信 有些人说 我有想过 那我说 你有想过什么 有什么结论 他回应的时候 我就会跟他谈 就是什么人 我们的看家 我都跟他谈 打球的人 我都跟他谈 总之我接触人 我就会争取机会 跟他谈 我希望大家都会有这个心 好了 有些人是怎么样 他的行为不冷不热 那耶稣怎么说 第16节 我们一起读 你既如温水 也不冷也不热 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套出去 耶稣说到 是不欢喜的 有些人不冷不热 总是对于神的事 排第50 什么排先呢 儿子 赚钱 房子 让别人喜欢 让别人欢喜 这些排好前 好了 耶稣排在哪里呢 第50名 什么都搞定了 好 那些就给耶稣了 我希望大家 心里面 有神真是好 希望大家真的会这样回应 我稍微分享一下 我自己信主的那个时候 因为我很想知道 是否有神 因为那时我想到一个问题 那时我读书 读得很辛苦 那我就在想 读书这么辛苦 我会想到 那将来有份好功 然后又如何 赚钱 结婚 生孩子 然后又如何 老了 病了 死了 那我说 做人就是这样 那有什么意思呢 几十年 那我当时还没信耶稣 我说 那总之开心就可以了 但有一次我看了一本科学的书 他的前言那里说 这个世界很有设计 这个是不是神 他用个问题方式 这个是不是神设计呢 我说 科学家都会这样说 我很好奇 我想知道是否有神 那后来有机会有个基督徒跟我聊天 我就说 是否真的有证据去证明了神 他就用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告诉我 就是牛敦 他是信这个世界有神设计 因为很有秩序 那他的朋友就不是 他就说这些什么都会变出来的 那有一次牛敦弄了个仪器 有九大行星和太阳 那位朋友一来就说 那是谁弄的 他说没有人弄的 今早起床自己就变出来 那位朋友就说 没有可能的 那么精巧一定有人弄的 那么牛敦就说 那么你这么精巧一定有人弄 为什么整个宇宙这么精巧 一定是自己变出来呢 我听完我真的觉得是 我们看到一样东西 当然是有人弄的 全世界有这么多漂亮的东西 你看这些花多漂亮 每一种花不同 每一种小鳥不同 每一种鱼不同 那么多种好的食物 那么多又美丽的东西 我们身体的奇妙 脑子有亿万条电线 很幼很幼的传递信息 就是这么奇妙的东西 是不是自己变出来 那么我就去研究 我就发觉有神 那么我就很兴奋 我一起床 哇 真的有神 我会这样 我感谢神 神给我很有反应 哇 真的有神 真的有天堂有地狱 我就很有反应 我很喜欢神 哇 真是好 我就所有人都说 所有人都说 所有人都说 他说你以后不准再说 我等一会又再说一次 他又说不准再说 我又等一会又再说一次 就是总是得事不得事 没有传途 就是说耶稣这么好 所以在我心里觉得有个神 是真的好得不得了 但是很多人就觉得 有神和今天有什么关系 我今天一样做人 我这么多烦恼和信仰 有什么关系 他们不明白一样东西 圣经说什么 这个世界和其中所有 都是属于神的 一切在神的掌管 我们凡事交托神 神一定会照顾我们 他是凡事祝福那些爱他的人 并且为你预备 你想也想不到的恩典 神真的有这么多好的东西 我真的经历很多 我全心愈来愈相信 愈来愈感激神 愈来愈回应神 我都希望大家是这样 就不要不冷不热 耶稣他形容 这个世代好像什么呢 那些孩童和那些孩童玩 他说我们吹笛你又不跳舞 他们其实玩什么游戏呢 就是婚礼 吹笛跳舞了 开心了 他又没有反应 然后他又玩喪礼 我们向他举哀 你们又不脱胸 你们都不玩的 没有反应的 耶稣说这个世代就是这样 很多人信了耶稣也是这样 对耶稣 想也不想想 只是说我到时候到后 星期日 有些都算乖了 星期日总之到时候 会回教堂 有些连回教堂都不回 会回 但是会回是否被耶稣做主呢 这是很多人没有做的事 所以我们求主帮助大家 对神有回应 那些对你好的人 有没有回应 你会说 真的心多谢 你父母 你周围的人 你的配偶 如何照顾你 不是必然的 是礼物 是真的礼物 那我们会不会感激他 多谢他呢 我们感激他 也可以说出来 对神也一样 我们神有那么好 那么多礼物 真是好得不得了 我们吃每一样东西都是那么好 有些人去过地狱 说神给他的机会 他说到 原来地狱就是什么神的恩恋都没有了 并且有火和邪灵 有不死的虫 那些人觉得那些就是邪灵 根本有邪灵在为魔鬼预备 他那里说到 每一样东西我们现在有的 享受的 全部都没有了 并且是极度的绝望 所以我们真心信靠耶稣 并且努力去救人 因为他们下了地狱 是很惨的 永远出不回来的 所以无要传道 总要传道 就算他不听 我们也继续找机会去说 如何有智慧去说 所以希望大家 不要做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 然后很多人 因为不法的事争多 这个在末世的时候 不过现在已经是很多罪 很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 对神没有什么爱 没有什么回应 对人没有什么爱心 没有什么关心 只是想着自己 我都很惨 我怎么能顾到人呢 但是你越顾人 神就越祝福你 你就越有能力祝福人 所以我希望大家 真的说神这么好 我常常都很喜欢神 有些人说 为何祈祷会这么开心呢 我说我想到神 什么都是最好的 祂创造这么奇妙 祂改变我生命这么奇妙 祂圣灵在我心中感动这么奇妙 每一个人都这么奇妙 并且我有好几次 差不多是可以意外死的 神救回我 我有一次拉一个杂 一拉的时候 他立即劫下来 劫了我的手指 痛了几个月 我就想如果我稍微大力一点 我几个手指已经没了 我就多谢神 就是每一样东西 我也都试过 一次是差不多一把剪刀 差不多插到眼睛 另一次是有一支有刺的藤 在走一个山路的时候 一打到眼的旁边 我又想 如果不是神的保守 我都可以失去我的眼睛 其实我们一切的不是必然的 所以我们就说 神 你真的好 你真的好 我感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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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想到 全世界真的能够帮我们 祝福我们的那个是神 不是人 人做的是有限度的 好了 这里讲到一个比喻 一个人来到一棵 无花果树 那里栽了葡萄园 在葡萄园里种了无花果树 那里应该是种葡萄园 但他种了无花果树 来到树找果子 找不到 他就管完树 那我三年来找 找都找不到 不如斩了它 但是 那个主人 不是 那个博人就说 让我到处挖肚 加些肥料 然后看看他能不能结果子 如果不是就将它斩了 所以这里讲到 神对于那些完全没有果子的人 圣经是说到 凡不结果子的树必要坎下来 雕在火里烧了 还有这个一千个仆人 埋藏在地里面 这个无用的仆人 雕在外面 黑暗里面 在那里哀哭设耻的 那里是地狱 不是有另一个地方 叫哀哭设耻 有些人 有天堂有地狱 还有一个哀哭设耻的地方 没有这件事 这个真的是地狱 生命没有发挥的人 其实我们有很多财干 有很多人的能力 可以为神做很多事 但是很多时候 人们会忽略 那我们看看圣经 作门徒是什么意思 门徒首先看原文 Mathetes 希腊文 Greek 大家找3101 上网 其实有很多原文的工具 是有英文对照的 你找Greek 即是希腊文 3101 你找到Disciple Disciple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就是跟随 跟随耶稣 就是耶稣在哪里 我就去哪里 就是耶稣跟耶稣一起 时事跟耶稣一起 这个就是第一个门徒的意思 第二个就是学生 学习耶稣的什么呢 学祂爱神信众神 爱人怜悯人 柔和谦卑 摆上一切献上生命 原来作门徒的意思 就是我们会跟耶稣一起 跟着祂 并且 学祂的生命 整个生命 耶稣如何祝福人 耶稣如何犧牲自己 放下自己 我们就照样去做 神就喜悦 其实是为神 而牺牲 神是喜悦的 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门徒 一个是跟随者 一个是学生 好了 我们看看圣经说门徒 我们发觉很多基督徒 是没有这些观念的 是其实很多基督徒 是不明白 不知道圣经说门徒的意思 我们一起读一读 华太十章三十七节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 不配作我的门徒 爱儿女过于爱我的 不配作我的门徒 不配作他的十字架 跟从我的 也不配作我的门徒 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未为我 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 这里说到爱父母 弟兄姊妹儿女过于爱神的 不配作耶稣的门徒 很多父母当子女发烧 很紧张 这是好的 父母爱是很好的 不过你对神的事 是不是也很紧张 你的子女能读到哪一间学校 你会很紧张 他找到好功 见不见到婚 你会很紧张 但是我们对神的事 都会不会同样的紧张 所以我们爱神 超过爱一切的人 不代表我们不爱他们 我们爱他们 但是我们爱神超过一切 神才是最重要的 我太太对我好 我是很爱他 但是我是爱神 远超过爱他 他对我好处是很多 我是很乐意为他 我会在任何地方服侍他 对他好 令他开心快乐 但是我会祷神喜悦 是放在首位的 就是最爱的人 我们也爱神 远超过爱他 不背着十字架 跟从我是什么意思 有些人解释 这个不是从圣经解释的 只是他的意思 背十字架 即是受苦 其实不是这样的意思 当时钉背十字架 是什么意思 直接就是去行刑 去死 背十字架 就是去钉十字架 所以的意思是什么 我愿意为耶稣 放下我的生命 就算为耶稣死我都愿意 不要紧的 因为神会大大的祝福 神也会照顾我的家人 我为耶稣死不是惨的事 是荣幸的事 神是会祝福的 所以背十字架 我愿意放下我的生命 即是有任何的选择的时候 我愿意听神话 但其实神不是叫我们 整天都说 你现在去死吧 神不会这样的 只是在某一些情况 殉道的时候 才有这个情况发生 但基本上在任何情况 神你叫我去做的 我就即时听你的话 我即时将你放在首位 这个就是背十字架 被耶稣做了主 我生命被耶稣说了事 如果我们离世的时候 离世去天堂 我希望每个人都去天堂 我们不会再挂心 我的工作如何 我养的狗如何 我的家人如何 因为这些我们已经不能够做 我们所有拥有的都不能够再做 一个人死的时候 所有世上的都要放手 同样我们今天 神啊 你对我们这么好 我就完全地放手 跟从神 不代表我们不爱他们 是而是我们不依赖他们 好了 接着39节就解释的意思了 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 有些人就经常想着吃 吃啊 玩啊 享受啊 朋友啊 家人啊 这些不是错 不过他将这些放在首位 他得着生命 他会失丧生命 譬如我听过有些人去旅行 去某个地方 就是吃那些云吞面 那些什么牛腩面 那些面很特别的 那里的东西是特别好吃的 真是用很多时间精力 去那里就是为了吃那些东西 不是错的 他享受 不过我意思 我们应该同样都是这么看重神 而不是只是为了自己生命 只是自己为了自己生命 是会失丧生命的 就是那些人完全为了自己的 活着为了自己的时候 他是可以失去永生的 我不是靠这东西得救 但是得救必然有果子的 很重要一点 悔改信耶稣就一定得救 悔改信耶稣一定得救 不过悔改信耶稣 耶稣就在里面改变我们 我们就回应这个感动 是这样的意思 我不是说你信耶稣之外 就要加加加加加加些什么 而是说有耶稣一定会回应他 好了 接着呢 为耶稣失丧生命 将要得着生命 为耶稣失丧生命 你放弃一切 你就得着生命 得着生命是整个人 喜乐平安 有动力 享受生命 侍奉神是享受的 你帮到人是享受的 你将生命献上是享受的 但我希望大家都享受 你向人传福音 建立人的灵命 是享受的 你看到它会改变 你的心 是真的可以很开心 很欢喜快乐的 好了 接着 约翰十三章三五节 你们又有彼此相爱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 你们是我们的门徒了 即是我们有彼此相爱心 人们就认出我们的门徒 即是说门徒必然是会爱人 爱是什么意思呢 我会想到他的需要先 我不是想到我的需要 不是想到我要什么 我用一个例子 很多人结婚的时候 他会说 我这个女朋友 我这个男朋友 真的有很多好条件 又有钱 又好人 又关心我 又对我好 通常人都会跟朋友说 他很好 但很少说 我真的要珍惜太太 这个丈夫 我珍惜她 我对她好 我要凡事令她开心 很少人会这样说 心里面没有这个意念 所以记得一分之后 就怎么样呢 期望对方做好他应该做的事 但自己有很多脱漏 就会给自己藉口 但要求对方有很多 那我们就去想 就是说爱是什么意思 我想到他的需要 无论大事小事 其实有时小事就显出我们的心 例如我和太太在一起 我们做很多事的时候 我知道她背部有条根 有时会紧的 我和她在一起 我又会和她按一下她 就是我真的关心她 我不是只做给她看 我是关心她 我回家 我就和她拿拖鞋 有什么可以做的 我都会做 亦都时时会和她说 我爱你 我关心你 我喜欢你 我欢迎你 我享受和你一起 就是总是令到她觉得 和我一起是一件开心事 令到她 不会觉得有任何的压力 和我一起是享受的 这个就是爱 令到人们觉得 是真的被关心 也都我们对于我们周围的人 我们的教友 我们都关心他们的需要 他们的情况 我也希望大家 去熟悉周围的人 你参加小组的时候 熟悉你的小组的人 都关心他们 不要只是 有些人 经常都在想 哎呀 我很苦的 我很闷的 你们关心我 你们都不关心我 你们都不理我 很多人就要求人 如何理他 如何理他 他总会失望 为什么呢 因为 人不能够永久 都关心另一个人 他们就 期望很大 于是就失望 失望 失望 他也不会关心人 有些就离开教会 有些就总是逃避其他人的心态 我希望大家 时时都说 这个人有什么需要 我可以做些什么 他会开心的 我就去做 会帮到他 我就会做 会祝福他 我就会做 这件事神就欢喜了 这个就是作为一个门徒 真是会想到人的需要 去想想他的需要 你的家人 你知道他有不开心 有些人很喜欢这样说 不要不开心 他以为这就是鼓励 其实这不是鼓励 这是吩咐 不要不开心 这是吩咐 我们如何 你告诉我 有什么不开心 接受他的不开心 我知道 这件事影响你的 我跟你一起 我陪伴你 我支持你 我欣赏你的 你做一切是很好的 我也为你祈祷 我们一起祈祷 求主给你安慰 给你力量 这就是我愿意为你做什么 就会让他安慰 就不是说 你不要哭了 不要忧伤了 而是感受他的忧伤 告诉他 我知道你的痛苦 我回应他 关心他 这就是回应人的感觉 其实有时候 比较回应他的 物质的需要更加重要 为什么有很多子女 和父母的关系呢 有些问题 就是父母很关心他 你要怎么读书 你也不努力 你要做什么 他真的出于爱心 不过子女就不是觉得 子女觉得他有很多压力 整天都要我做什么 但如果父母这么说 我知道你读书 读得很辛苦 我很欣赏你 你觉得累 我知道有这件事 我也想帮你 你读书有心机 而且你的生命很宝贵 你将来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人 你有努力 都是神喜欢 我也喜欢 那我们就欣赏他了 我看到你读书 我就很开心了 就不是说 你要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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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我欣赏你的地方 我关心他的地方 看到他有什么需要 有什么开心 不开心 就算你不喜欢的东西 你也可以和他一起开心 你喜欢一个爱的一个人 他喜欢的东西 可能你不喜欢 譬如他喜欢打球 你不太喜欢 不过你说 今天打球是否开心 他说很开心 那你告诉他 如何开心呢 这就是和他一起 一起分享他的快乐 和他的痛苦 就不要说 不要烦 不要愁 不要想起来 而是说 你告诉我 有什么痛苦 我都关心你的 我想知道的 我都知道你的痛苦 我感受你的痛苦 我都会回应你的痛苦 以及支持他 支持他 不是说 你不要不开心 而是说 我们一起想想 如何去处理这件事 我们一起想想 有什么方法 你有没有试过 有什么方法 可以令到你 没有那么不开心 就是和他一起思考 他想到 你做得好 你试试这样做 做不做到 我们都可以回应他 这都是爱心的行为 这个路加福音的经文 和先读马太福音 是有类似的 不过他用的字眼 是非常不同的 我们一起读一下 路加十四章二十六节 人道我者女来 若不爱我 盛过爱自己的父母 妻子儿女 弟兄姊妹 和自己的性命 就不能作我的门徒 凡不背着自己 十字架跟从我的 也不能作我的门徒 只要你们 无论何人 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 就不能作我的门徒 这在原文是直接说到不能够的 即是说 你不爱我性过爱你的家人 你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 你没有背着十字架 也不能够做我的门徒 如果不撇下一切跟从我 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 有没有很多人说 我真的没有做到 撇下一切 撇下一切 不是代表你真的 而是把你的生命和金钱都放在神手上 我生命是为了神 我怎样能够把我有的献上给你 求你使用我整个生命 我撇下一切 世上一切都是要过去 也不要紧 一切都可以放手 还有背十字架 就是说我和耶稣一起死 我放下自己 我不再去想 我自己的需要 我想要的东西 我们有需要 我们是可以去处理的 去回应我们的需要 但是我同时 我说神是真的会帮我 所以我不用常常想 那些需要的东西 当一个人常常想 他的东西 他不背着十字架 跟从耶稣 他不觉得 就像我生命给了耶稣 就是和耶稣一起同死同活 耶稣说 你不能够做我的门徒 你不能够 有很多人说 我真的不能够做 我做不能够 我们做不到 我们求主赦免 和我们求主帮他们 开始 将你放在首位 爱你超过一切 愿意放下这一切 就算我有时想做一切 但是有个人有需要 我立即去帮他 有个人有需要 我立即向他传福音 这个就是 在可以的时候 放下我们要做的事 而去关心别人 去祝福别人 大家有没有这个心呢 原来耶稣 叫我们 很多人传的福音 就是 你相信耶稣就可以了 这个 是一半而已 有另一半就是 我们必然结出果子 如果没有的时候 是不能够做耶稣的门徒 那耶稣是否 那些没有的 你就不用信耶稣 不用得救 你不会得救 耶稣是想任何人得救 但是耶稣是想说 我想你做门徒 有些人说 那我不做门徒 我做信徒 我只是做信徒 我做不到那个级数 但是耶稣说 我们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我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是耶稣想个个信耶稣都摆上生命 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影响就很不同 而且你会得福的 很多人以为就很损失 那就很惨 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都要放弃 其实不是的 耶稣是很清楚说 即使一杯凉水 都不能不得上次 神是一定祝福的 所以为耶稣放下 愈放下愈得福 你愈得到多 耶稣是这么说的 凡为我捨弃你 撇下这一切 在今世得百倍 来世得永生 不过更加上 并且要受迫白 人一定会迫白 这个世界上一定会迫白 所以我希望大家 我做门徒 如果你根本就不是一个门徒 没有这个心 没有这个明白 我是要做门徒 只是说我相信耶稣 我们今天就改变了 原来我们没有爱耶稣超过一切 就不能够做耶稣的门徒 没有背十字架跟从耶稣 好像将生命看为死的 我已经是与耶稣一起死了 我现在是新人 我听了耶稣说 好像耶稣一吩咐的天使 马上天使去 我听了耶稣说 我就是耶稣的门徒 以及撇下一切跟从神 神就喜悦 我的生命就可以高度的提升 是极高度的提升 整个人变了 是会有能力的 很多基督徒 很多时候都在受烦 苦恼之中 为什么呢? 因为跟从世界 得着自己的生命 就会在受烦之中 越放低 因为世上是带给我们痛苦 越放低 这一切 我们越有喜乐平安 好了 耶稣吩咐彼得去牧养他的羊的时候 之前他说 问了三次 你爱我 比这些更深 就是告诉我们 什么呢? 我们跟从耶稣 我们有没有爱他超过一切 我们侍奉神 我们领敬拜 我们做任何的侍奉 我们传呼音 有没有爱神超过一切 以后我们侍奉 当我们这样做 神是欢喜的 我们因为爱神的心 所以耶稣是告诉我们 你先爱神 有些人说 我爱不了 那就不要侍奉 我们学习 如何去数算神的恩典 也有不同的 人问我 为什么你想到耶稣这么开心 我说 每一样东西 有的都是他给我的 每一样东西 没有一样东西 不是他给我的 我什么有的都是他给我的 并且有永远的福乐 他这么好 我世上哪里找到这样的人 世上怎么找到这样的福气 为什么我不是全心去爱他 欢喜他 不单是爱神 是以神为乐 圣经说到以耶稣为乐 神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以耶稣为乐 神就叫你成家地的高处 以神为乐 哇 神真是好 创造这么奇妙 创造我们身体这么奇妙 圣灵感动这么奇妙 圣灵喜乐平安 赞美神就要喜乐平安 亲近神就要喜乐平安 我就欢喜神 以神为乐 所以我一点都不觉得是淡子 我会觉得 哇 好像轻飘飘地走这条路 是很开心的 就算有人得罪我 是他的问题 其实这件事 人得罪我们 是他的罪 他的问题 如果我有错我认错 但是我没有错的时候 我不用介意 世上一切苦恼都不要紧 我们就会轻轻松松 开开心心做人 好了 耶稣问完他三次之后 接着就告诉他 第十八节开始 约翰福音有一章十八节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你年少的时候 自己束上大子 随意往来 你年老的时候 你要伸出手来 别人把你束上大子 你都不愿意去的地方 然后呢 约翰就解释这件事 耶稣说这话是 指着彼得要死 荣耀神 说了这话 就对他说 来跟从我吧 彼得是怎么死的呢 他说我不配 跟耶稣一样的死法 因为那些人要将他钉十字 他说将他倒转 这个图 就是人们画出来的 就是彼得 是他真的愿意荣耀神 这个经文说什么呢 大家留意 在第十九节 彼得要怎样死 荣耀神 就是他怎样为耶稣死 他死的方法 是荣耀神 因为他愿意为耶稣 他不想是普通的方法钉十字架 他是倒转的方法钉十字架 更加痛苦 但是他说我愿意这样做 这个就是荣耀神 放下自己就是荣耀神 其实任何这里一个人 你放下你的自我 你让耶稣使用祝福 你是荣耀神 而且你的生命就有神的荣光 是最好的路 你一生人就像天使那样 人家看到你 就会看到你的荣光 看到你的爱 看到你的恩典 你的生命尽都是祝福 碰到谁 那个人就会开心 我希望大家都是这样 你碰到谁 那个人就会觉得跟你相处是开心的事 这里讲到十二门徒怎么死 就是他们如何为耶稣而牺牲生命 彼得就是盗钉十字架 西秘泰的儿子亚国就是被欺律斩首 约翰是仇宗正寻的一个 瑟利马太是被刺死的 腓力被敲打钉死的 安德烈是被钉在X字形的十字架 巴多罗马是撻皮斩首 这个真是很辛苦 多麦被矛刺死 达太是被钉十字架 奉利党的西门是被钉死的 阿勒肥的儿子雅各没有记录 加律人犹大自杀 这个就是不听神话的那个 这里也看到他们 他们很热心去传呼音 甚至为神而死 他们也不否认他们所信 这个真是 因为他真是做耶稣的门徒 他看到耶稣的真实 耶稣是真神 耶稣真是神的儿子降世 他真是很满有恩典 当我们做门徒有什么福气 无限的福气 第一就是有丰盛生命 你整个人会起落 有能力 有恩赐 有果子 你所做的神都会祝福 在诗篇讲的一篇十四节中说 因为他专心爱我 我就要答救他 他知道我的名 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 他成为一个尊贵的人 他求告我 就应允他 很多人说 有些人说 怎样祈祷 你这样祈祷 神就会听你的话 有些人问我 他说 我儿子有什么问题 我怎样祈祷 我说 不是我们怎样祈祷 是我们的心态 我们的生命 这里说什么呢 你爱神的时候 你求告我 我就应允你 是因为我们爱神 所以我们祈祷 神就应允了 你在吉兰中 我要与他同在 我要答救他 使他尊贵 神会叫这个人 成为一个尊贵的人 在今生 来生 永远都是尊贵的 还有 就算被逼迫 受逼迫 人欲骂你们 委批你们 你欢喜快乐 你的赏赐是大的 其实我们这个世代 是有很可能 看到耶稣 回来 为什么呢 只是看气候的改变 现在 这个气候 这段时间的新闻 也说到 在过去这九年 那种热浪 和现在那种寒冷 因为有热又冷 是比以前超乎以前的 有时的新闻也说 百年一遇 但你会发现 每年都说百年一遇 就是其实是 每年一遇 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差 是接近圣经所说的 很热 很冷 和不同的灾难 这个世界随时有战争 很多核武随时 一个国家 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多次 是意外的 有些意外 然后立即反救 其实 有时 有些人 即是有些国家元首 忽然间一次 很生气 发神经 只是想到他自己 一射了一个核弹 之后的后果 是很难想象的 而且我们现在都看到 这个世界 有几处地方 都随时可以有战争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很可能 看到世界末期的时候 大灾难的时期 我们需要靠着耶稣 得胜 而我们为主殉道 是有福的 如果有一天 你真的为主殉道 真的有人要杀你 你的心就说 到时候耶稣 一定跟你说话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说的 你受必包受 你不用想什么 因为到时候 会指教你 当时的话 所以耶稣答应 什么困难也好 祂会和我们一起 所以我们就不用怕 在那时候 我总是倚靠神 而且就算真的要受刑罚 我们告诉耶稣 耶稣 你知道我的痛苦 你会陪陪我 你会赏赐我 永远的赏赐我 就算忍住这痛 或者祈祷神 减轻这痛苦 神也可以这样做 或者神叫我们 好像彼得 有时候家人 譬如很简单 譬如我要受刑罚 我太太见到 可能很伤心 她也要调教 她要调教 其实我为耶稣死 是耶稣欢喜的 是耶稣会祝福的 就不是因为这件事 而很害怕或者很伤心 也就是说 她在神的手中 神一定会照顾 我也要自己深信 神会照顾我的家人 神会照顾 有些人说照顾 为何祂也会死 死不一定是最惨的 这一点我们需要改变 死不一定是惨的 听耶稣说 一定得福 死 要么是迟 要么是早 死 其实跟耶稣一起是最好的 亦可以我们求神 耶稣针十字架的时候 祂说 将祂的灵魂加在父的手里 可以在那时候 很大的痛苦的时候 神说 你拿我的灵魂 神都可以即时将我们的灵魂拿去天上 而神尊重服侍祂的人 若有人服侍我 我就当跟从我再那里 服侍我的人也要再那里 若有人服侍我 我负必尊重祂 尊重祂 这个人会成为一个尊贵的人 神体重 神会祝福 神会提升 神会加力量给祂 好 在这个时候 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 一起祷告 一起站起身 思考今天的信息 圣经所说的 因为很多人看到门徒的字眼 便会把他关掉 如果不爱耶稣超过爱一切 不能做他的门徒 即是 信耶稣就是我耶稣超过一切 不背十字架 又不能够做门徒 不撇下一切 又不能够做门徒 很多人没有这个观念 我希望大家明白 其实做门徒是最好的 因为神一定祝福 真实耶稣是最祝福的 耶稣是叫我们去史埋文状 去门徒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都告诉祂 跟从耶稣是最好的 你听耶稣说是最好的 不只是叫祂信耶稣 我们一起在心里面默讨 神啊 你帮我反思我的生命 到底我只是一个 星期日翻教堂的信徒 只是一个挂名的信徒 甚至连祈祷 都没有祈祷的一个信徒 因为我是真的明白 做门徒 我就爱耶稣超过一切 我将耶稣放在手位 我与耶稣同钉十字架 我撇下我的生命 就必得百倍 并且得永生 是永永远远的祝福 主耶稣求祢私恩感动我们 让我们知道 走耶稣的路是最好的 走耶稣的路是永远蒙福 这个世上的日子都很快过去 并且神会保守的 神会叫我们预见一个试探 超过我们所能受的 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为我们开一条出路 让我们能忍受得住 我们信靠神的时候 神一定赐我们的力量 受迫伯的时候 耶稣都说 我会指教你当说的话 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 因为神是掌管一切 神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是掌管一切的 一切都是神的手中 所以我们放心放手 听了神话 是最蒙福的 主耶稣求祢 更正我们的思想 有很多人只是想到 信耶稣得救 只是想得救 但没有想到 我们为耶稣付出 将生命献上 当作活祭 是神所喜悦的 亲爱天父求祢感动我们 求祢的圣灵 运行在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知道 走神的路是蒙福的 若有人服侍主 父是必尊重我们的 神必定看重我们 必定提升我们 我们愿意为耶稣放下 任何一件事 神都一定提升 一定喜悦的 我们多谢天父 我们都为了我们 很多的罪 很多的软弱 很多的自我为中心 来悔改 求主赦免我们 帮助我们 将祢放在手里 走在神的路上 主耶稣你真美好 耶稣你真美好 主耶稣走你的路的人 是有福的 走你的路的人 是有福的 在这时候我想邀请问一下 有几个 你真是说 我想做耶稣的门徒 我真是想做耶稣的门徒 我不是只是做信徒 我是将我生命献上 当作活祭 我是好像活着的祭物 已经死了 我为耶稣活着 撇下一切跟从耶稣 如果你是愿意 做耶稣的门徒 请你来到前面 耶稣我不是只是做信徒 我不是只是做信徒 我是做门徒 我愿意真的用时间去亲近神 我愿意用时间走在神的路上 做了耶稣所吩咐 不只是做一半 是做了 我将生命献上 神一定喜悦 我们一起开声祷告 求神使用我们的生命 主耶稣靠你的灵感动我们 使用我们的生命 加力给我们 使用我们 提升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宝贵 我们是很宝贵的 我们的生命可以高度的提升 可以被神大大的提升 我们可以发出光辉 直到永远的 而人必发光 好像升直到永远的 主耶稣我们愿意 给你使用 给你祝福 愿意将生命完全的献上 求主的灵 敲昏在我们身上 你向神去说 神我愿意如何 将自己的献上当作活祭 我愿意如何做一个门徒 你就向神去说 我愿意如何做 这个才是最实际 神我愿意如何祈祷 我愿意如何去看圣经 我愿意如何去侍奉神 我愿意如何去祝福人 我愿意如何将身体献上 求主的诗恩 求主的圣灵 囂灌在我们身上 充满我们的心 更新我们的生命 提升我们的生命 加力给我们 赐给我们 从屡头发出的 这种火热的心 主要赐给我们 火热的灵 在你的心里 你觉得是一种火热的心 你就说 神啊 我多谢你 求你叫我 他时时都有火热的心 时时都将生命献上 神一定欢喜 神一定喜悦 神一定祝福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ha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